新冠肺炎持续扩散 人人自危 那政府也呼吁民众减少外出 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场合 以降低传染这个新冠肺炎的可能性 不过承担公共交通工具 像是搭巴士还有捷运呢 依旧还是很多民众 尤其是上班族还有学生的日常 那到底这些人流量极大的公共场所 有没有做好防疫工作呢 我们跟着镜头到巴士总部还有捷运站 去看看当局防疫新冠肺炎的措施 究竟到不到位 测量体温然后再领取口罩 疫情当前巴士公司旗下的2900名司机 在上班前都要经过这道程序 才能开启一天的行程 在课巴士的经理工作同样马虎不得 不管是乘客座位还是经常触碰的把手 都得好好消毒一番 当你看到巴士公司旗下的 其实那是普通的习惯 都是普通的习惯 外面的习惯 人来人往的捷运站一样也是防范病毒的重点场所 有关当局特意加害人手 在捷运站范围内进行消毒工作 并且在柜台提供干洗手液和口罩给乘客使用 不止这样 当局也配合卫生部 进一步加强预防新冠肺炎的宣导工作 放眼望去 捷运站内的大部分乘客都相当自觉 纷纷戴起口罩 配合有关当局 一起对抗之场 没有硝烟 却必须获胜的战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